唉唷 你噴了好多口水啊 這真的是口水啊 含冰口水啊 啊 好冰 好冰 哈囉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獸星好狗 汪汪 今天我們要繼續來進行我們的 暮光巨龍 耶 今天是我生日 24歲了 我好老 好沒有問題 那在上一集呢 我做了這一個 就是汪汪做了這一個 西瓜南瓜的這個採收場嘛 所以我們現在有 好多好多好吃的南瓜派可以吃 外加上我們現在有很多很多 香辛西瓜了 可以來做更多更多的 頭皮炫蜜酒湯 沒有錯 那這一集呢 汪汪打算完啊 畢竟今天有生日嘛 所以我想去吃爆冰 沒有錯 我們今天來去吃爆冰吧 生日就是要吃爆冰啊 所以我們今天來去 討伐我們的冰龍吧 對 好啦 那我們現在 因為之前做了這個 蜘蛛刷怪塔了 所以我們現在有很多 金屬怪鳥的羽毛困 感謝我們的金屬怪鳥 小朋友讓我們扒毛毛 沒有錯 你真乖 好的 那我們接下來 就可以帶著很多很多的 金屬羽毛困 雖然我覺得他沒什麼屁用 出發去打我們的冰龍啦 沒有錯 就是在我們之前發現冰龍的地方 那在去之前呢 我又有東西要給大家看了 就是之前我們在 呃 不是沒 就我在私下沒有錄影的時候 呃 我周邊打雷 然後出現了這些骷髏碼 於是呢 我們出現了我們的骷髏碼 上升小朋友 被我殺死了 真的很對不起 然後他 那邊 他骷弓掉了這把弓欸 有 雙重強力2的效果 不知道如果我們把它 附魔起來的話 他會不會變成有 兩個強力5的效果 感覺好像很厲害 我們來試試看吧 馬上到我們邪惡研究室 來把我們這把 有雙重強力2的弓 跟我們這一把 有強力5的弓打起來 喔 太貴了 好 那我看一下 我有沒有強力5的附魔蘇雅 來找一下 好 有強力5的 好 來看看 他會不會變成雙重強力5 喔 並沒有 好啊 他就是一把破弓 那我們接下來 就可以出發去打龍啦 召喚我們的 Veotola小朋友 好 召喚 Veotola 我們準備出發了呀 好的 各位夥伴們 現在我們在我們 就是正中央地圖的 南方一點點位置 就有一個巨大冰龍的巢穴 旁邊還有一隻小冰龍呢 我們下去陪他玩玩 Veotola 我們不需要你的幫助 我自己就可以跟他玩玩了 我有超強 劍劍沒有錯的 好了 Veotola 乖乖慢慢緩下去哈 好的 把你收起來 我們就可以準備出發了唷 好了 那個 先從小隻的開始下手嘛 一開始就打大隻的感覺 好像那個 沒有看過小隻的 有一點小小的 嗯 突兀感 所以我們先去玩小隻的 嘿 小烏鴉 我需要你身上的羽毛 謝謝你 你很棒 好 哦 是企鵝小朋友耶 來看看我們的企鵝小朋友 你怎麼 兩隻幾乘一團啊 好好好 我們推起來推起來 啊 那這個用轉變之粉 撒哈的話 他應該就會變雞吧 然後用魚餵哈的話 他們就可以交配 我們到時候可以來養他們 但在那之前 我們可能要先 刷完雪副本才行啊 那 我們就先去找 我們的 哦 地板好滑 地板超滑的 這是什麼 結凍的草地 龍錫冰塊 好像很酷炫 嘿 冰龍小朋友 想玩玩嗎 哦 他想玩 來 我們來玩 首先我要先讓你飛起來 看出我頭皮炫棒棒 哇 他飛起來了耶 頭皮炫棒棒 對他有用耶 酷炫 砍你 啊 好冰啊 啊 好冰啊 我 我走入速度變好慢 欸 小器人 你好 你怎麼經過這裡 這裡很危險啊 哎呦 頭皮炫棒棒對他有用耶 好酷喔 哎呦 他咬我 他好痛 好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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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吃 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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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撤退 撤退 我走入速度變好慢 呃 讓我到那個小洞洞裡面去 讓我進去 哦 我移動速度變好慢啊 超慢的 哦 好 我先看一下哈 我要吃一下我好喝的蜜酒神湯 沒有錯 我的血量有點岌岌可危 哎呀 啊 小龍龍等我一下 我馬上就出來看吧 你 哎呦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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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痛痛痛 痛爆喔 痛爆喔 哎呀 這附近被你搞得一塌糊塗了 你真是的 哎呀 你噴了好多口水啊 這真的是口水啊 含冰口水啊 啊 好冰 好冰 你又下來 是個男人就下來 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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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好好 對 這樣才乖嘛 這樣才聽話 哦 哦 我移動速度變好慢 哦 這個冰龍 不能 不能搞近戰啊 近戰很難過的啊 哎呀 哎呀 好 我們打死他了 哦 先收集一下這附近的小方塊 好嘞 來摸我們的龍龍屍體吧 這是一隻三階段的小母龍 那我們之前已經有經驗了啦 要四階段的龍才會有熔斷 所以我們就直接收起 冰龍的血液吧 沒有錯 我們收集了六個 很棒 這個冰龍的血液 就跟火龍的血液一樣 到時候 我們可以做 冰霜 冰霜龍骨劍 沒有錯 那接下來就剪骨頭吧 看看冰龍的頭骨有沒有不一樣 好像是不一樣的 我記得他會特別標明一下 怎麼標 哦 對 他這邊有特別寫 冰龍的頭骨 很酷炫很酷炫 好的 那接下來呢 來看一下冰龍的巢穴啊 啊 話說他這邊噴出來的東西 都叫冰龍 龍襲冰級啊 跳在上面會受傷耶 好酷炫啊 我們可以收集一些這些東西 那不知道用 非絲綢的鎬子是可不可以收集的啊 因為我現在是拿絲綢之鎬 那就請各位觀眾自己去看一下囉 然後我好像剛被這冰龍之鎬推開了一下 真有趣 好 那等一下再來收集這些冰龍之鎬啊 我們先來看一下他的巢穴 好 那冰龍這邊的話 他是可以收集到這種銀幣堆啊 還不錯 嗯 哦 我忘記把銀幣堆 弄到連鎖挖礦裡面了 等我一下哈 再來跟各位複習一下 連鎖挖礦的東西啊 我們就是按ESC 然後這邊會有模組選項 然後滑下來會看到一個Vminer 就是我們的挖礦模組 然後按Confirm 然後到我們的十字鎬選項 然後選擇方塊 就可以把我們的這個銀幣堆 呃 從這邊輸入進去 那我順便把冰龍之鎬也把它輸入進去了 這樣我們都可以開採了唷 好的 我們來拿我們的超強伏伏 也沒有超強啦 就普通的鑽石鎬而已 挖起來 好多的銀幣 話說我銀資源其實是蠻缺的 因為銀礦其實沒有很好挖 就是他們好像比鑽石礦還要稀少的感覺 那冰龍的話 喔 這邊會有銀製靴子耶 酷炫 喔 冰龍的草雀 專門盛產這些銀製的產品耶 酷 喔 還是有鐵的 還有這些小小的券軸書頁 啊 就 都是銀的東西 欸 藍寶石 喔 那可能到時候 可以看到冰與火龍特地的 一些雪地村民的話 就可以拿藍寶石來跟他們交易了 喔 還不錯 有收穫有收穫 又看到一些新的不同的礦物呢 有鑽石 酷炫 鑽石 我現在鑽石已經不缺了 好啦 周邊可以收集的東西 往往都先收集好了啦 啊 這邊還下雪人啦 啊 冰龍的東西真的是挺有意思的啦 來給各位看一下 首先是這個龍襲冰塊啊 它是可以用這一些 結凍的任何方塊去製作的 只要九個就行了 並且呢 它可以再用四個來製作它的 龍襲冰擊 所以龍襲冰擊其實是可以被做出來的 我們不一定要等那個 養到龍之後才可以 無限的收集它 然後 呃 龍襲冰塊可以做成冰磚啦 酷炫 啊 再接下來的話就是我們的 龍之血液就可以做我們超強的 和冰龍骨劍 沒有錯 對火龍的傷害有增加唷 那我們這一集就先不做它了 我們就直接去打我們的 巨大冰龍小朋友吧 沒有錯 那我們剛剛已經試過 我們的那個小仙子棒棒了 龍是會飛起來的 但是我不是非常想看到 巨型龍飛起來 那個畫面應該是超級可怕的 所以我們這一次就用我們的 普通公公 它叫怪鳥發射器 其實是我之前私下取的名字啊 再搭配上我們這個 怪鳥箭矢 來射殺它吧 等一下 這是什麼 寒冬狼 這個好像是會主動攻擊的生物啊 我們還是先備好一下我們的 弓 然後再順便拿一下這個 神奇的 金屬羽毛捆 它是不是要來攻擊我 它對我噴 它對我噴口水 你剛剛噴了什麼東西 你剛剛是不是噴了一個白白的東西 那是什麼東西 呃好你好 呃對對 它會主動攻擊我 我們來試試看我們這個 金屬怪鳥羽毛捆的特效吧 來啊來啊來啊 你另一個夥伴也過來 來我們都來看看 來 呃我撤你了喔 嘿呀 嘿呀 欸欸欸不對 我要先把扇子收起來 啊好痛 呃 呃 呃 好它們好像沒有很想 呃 好吧它好像沒有那麼的邪惡 但是它還是會攻擊我 所以我要幹掉它 哦它掉了什麼東西 這個是 哇我今天掉了好多新東西 啊 極地米 米袍 什麼皮毛 它可以做 哇哦 極地藏酷 看起來真酷炫 還可以做極地皮毛塊 看起來很舒適 我需要多一點 反正你是一個邪惡的生物 我不能養你 所以我就要收集你的素材 好 接下來就是來打我們的 哦 這邊掉了一個洞 嚇死我了 哦 哦 哦 看到了哦 這是一隻藍色的冰龍 我們可以準備來討伐它了 好的 各位夥伴們 我現在在冰龍巢穴上開了一個大洞 並且把自己堆的超級高 把自己堆到了 呃 七十格這麼高 那地表是三十幾啊 呃 就是之前有人跟我說啊 所有的龍 如果你在一個極高空的地方 攻擊它的話 它會繼續睡覺 我們就來證實一下 這是不是流言蜚語 還是說這是真的 好 那我們就要開始射了唷 一哈 哦 他 他睡醒了 誰跟我說他會繼續睡覺的 騙誰啊 哦 而且他還 他還著火了耶 他為什麼會著火 啊對我這是火焰弓 他當然會著火啊 我現在找不到他的位置的啊 我還是射到他了 哎呦 哎呦 這個金屬怪鳥 箭矢 啊 傷害沒有特別痛啊 但是 哎 他只扣了一滴血 有扣跟沒扣一樣嘛 好啦 我們繼續射他 射爆他 但是我現在看不到他了 我射不到他了 我還是要 下樓去看他才行啊 哎他睡著了耶 他又睡著了耶 哎他真的睡著了耶 哎 所以觀眾講的 也算是實話耶 因為 他某種意義上 我們離他夠遠的話 他真的會睡著 那我們就繼續射他 射爆他 射到他 那個 掛掉為止 決定了 我還是用我們GG棒棒來 結束這次的戰鬥吧 對不起 汪汪很懶 汪汪還是喜歡用GG棒棒 沒有錯的啦 好囉 讓我看到你 看到你 我就可以瞪死你了 哦 他其實扣蠻多血的耶 而且他又睡著了 那我們繼續用我們的弓好了 對不起 我忘了一直 武器切換了 你切換去的 射爆你 看你還敢不敢囂張 你這隻大龍龍 欸 所以 真的在一個至高點上的話 龍是不會發現你的 並且 他還會 想要回去再睡 困搞搞 他覺得 到底是誰燒我癢癢 害我有一點刺刺的 是哪邊來的蚊子之類的 哦 這個 觀眾給的這個意見 真的是超棒的耶 不好意思 我們這麼晚才看你的意見 啊他死了 好我們下去吧 來給各位看一下 冰龍巢穴裡面的景觀 看起來還蠻漂亮的耶其實 那這隻龍是一隻 你是 該死的 他是一隻臭弓龍 沒有龍蛋 算了 我們就收集血液吧 好來 血液收集 收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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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收 有十個龍之血液 好啊 還行啦 你還算是一隻 還不錯的臭弓龍 好 收集你的骨頭 來 你的骨頭 放在 這裡 哎呦好大好大 太大了 啊 看起來 嗯 真帥氣 好的 那今天這一集呢 我被龍頭擋住了 那今天這一集呢 我們殺死了兩隻冰龍 沒有獲得任何的龍蛋 但是下一集呢 我們就可以來做 我們的寒冰龍劍啦 我們也可以正式開始 我們這個 學弟的大冒險 三維木拳 ice bone 正式展開 感謝各位收看 訂閱汪汪 大讚汪汪 通報鈴鐺 監視汪汪 覺得香香 記得分享 協助汪汪 煮見 母湯 嗯 哈哈哈哈哈哈哈